随着都市户外风Urban Outdoor概念的风靡 近年越来越多主打户外概念的品牌 为了让更多的都市年轻人开始尝试接触户外运动 在设计中加入潮流元素 Snowpeak作为日本顶级的户外品牌 户外运动爱好者无人不小 这个1958年变创立的品牌 倡导人生就是野鸣 引领了日本到全球的户外露营风潮 不久前Snowpeak更在日本开出了一家 功能齐全的户外主题乐园 就是Snowpeak Land Station Hakuba 今天让我们了解该品牌 从过去62年到现在的成功之道吧 交点观点 Plus Daily Commercial 每日商业 10分钟交流一个商业观点 我是阿达 每日商业不只有每周的节目 更有网络社团可以一起交流跟分享 如果你还没有加入我们的话 欢迎您点击下方的链接 赶快加入我们哦 我们今天的报答来源是刊登在2020年8月14号 由Aria Chow所缓写 并刊登在商业周刊官网的文章 作为全球汽车露营的开创者 以及户外野营的营营者 Snowpeak早已不禁止于露营 而是从露营延展到生活方式 其品牌地位早已无庸置 且不断展现出独特的品牌核心竞争力 这个超过60年的品牌已经三代相传 让年轻一代作为掌门人 在日本的企业是非常罕见 1958年第一代社长三井幸雄 在日本新界线创办品牌 自行研发灯山器具 掀起了户外攀登的热潮 并于1976年设立直营工厂 正式转型为制造商 如今Snowpeak总部依旧在发跃地 即店铺工厂办公室 100个公共露营地 产品测试场 1996年第二代山井泰接任 带领Snowpeak从日本走向海外市场 将品牌打造成新兴户外生活方式品牌 推动了日本汽车露营风潮的兴起 2012年第三代山井零沙接任 总裁兼品牌设计师 推出独具Snowpeak美学气质的urban outdoor服装线 品牌从野营用具发展到时装的设计 Snowpeak旗下有25个产品类 品项多达到600格 一系列高品质而实用性质极高的产品 包括帐篷、餐具、睡袋、催具、供暖设备 自行车、灯具、刀叉配件和服装配件等等 被定位为高端品牌的Snowpeak 价格自然不低 其户外服饰价格均要上千元 帐篷类更要上万元 无愧被称为露营界的LB 此外用于户外用品 中央轻、实用度高 加上Snowpeak产品独立简约的设计 很适合日常生活使用 近年来Snowpeak也提倡 Snowpeak at Home将触角延伸至居家的生活 让消费者可以利用露营装备在家中温润 在阳台或屋顶享用早餐 或在房子里搭帐篷睡觉 除了前述服饰的产品线 营地经营以及走路家用情境 Snowpeak前日新开的户外乐园 更体现了品牌的户外风格 早在2018年 Snowpeak就在白马村打造了豪华户外帐篷的营地 长野县白马村是日本有名的滑雪盛地 也是登山和壁暑称地 今年Snowpeak在白马村豪华营地进行赶建 7月23日推出一家户外生活为主题的 综合性主题乐园 Snowpeak Land Station 阿库巴 这座Snowpeak也迎户外乐园 是与当地旅游局合作营运 由日本知名建筑师为延武操刀设计 主要分为零售门市 露营区和活动区三大区域 同时加入米其林三星主厨石川秀树 合作打造的Snowpeak Restaurant和星巴克咖啡店 Snowpeak自1998年走出日本市场 走向欧美市场 至今日本近年有35家直营门市 7个自营营地 同时还布局中美英坛各国 在伦敦、波特兰、纽约、首尔、台湾等地开设门市 今年除了开设白马户外主题乐园之外 Snowpeak今年6月和8月分别在东京元宿和京都南山再开了两家新店 除了贩售户外风格的产品 也加入了咖啡空间 供应咖啡、抹茶、精酿的啤酒 以及朝日酒制造的共同开发的新酒 在快节奏都市生活的当下 不少都市人也想逃离城市 到户外感受一下大自然 这并不一定是水波主流 更多是选择一种释放压力的现代游户生活方式 让Urban Outdoor成为一种寻常不过的生活状态 好的,今天的每日商业就到这边 最后想邀请每一位对新创、商业、科技有兴趣的朋友们 欢迎点击资讯栏的连结 加入焦点观点Plus社团 让我们一起讨论世界商业生态 焦点观点Plus Daily Commercial 每日商业 10分钟交流一个商业观点 我们下次见 拜拜 by bwd6